总统将于10月28号出访前往马绍群岛土瓦鲁以及所罗门群岛 那这次出访的一个主轴是永续南岛西手共好2017年太平洋友邦之旅 蔡总统去年就任至今马绍群岛的海尼总统土瓦鲁的索本家总理 以及所罗门的苏家瓦瑞总理等太平洋友邦领袖 均曾经透过助管多次表达对蔡总统赴访之期盼 其中刚结束访问的所罗门群岛苏瓦家总理 及正在台湾访问的土瓦鲁索本家总理 均在挥舞时候当面邀请蔡总统率访造访 那为了展现我国对太平洋友邦的一个重视 并持续深化与太平洋国家之连结以及友好关系 总统就决定定于今年的10月28号至11月4号 率团访问马绍群岛土瓦鲁以及所罗门群岛三国 并本次访问团成员除了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 外交部长李大为 还有会把原住民族委员会 宜将巴鲁尔主委等部会首长以及立法委员都加入 来共同见证我国与太平洋友邦文化连结及具体合作的一个成果 关于行程方面 2017年太平洋友邦之旅访问团 预计在今年的10月28号星期六上午出发 3、4号下午抵达马绍群岛 11月1号清晨离开马绍群岛 然后前往土阿鲁访问 在同日晚间抵达所罗门群岛 停留两晚 在于11月4号星期六傍晚返帝国门 全程共计8天7夜 那总统这次访问三个国家的时候 将分别会晤马绍群岛的海尼总统 土阿鲁伊塔雷里总督及索本加总理 和索罗门群岛总督卡布伊爵士 以及苏加瓦瑞总理 就彼此共同关切至双边 以及国际议题充分交换意见 另外将与马绍群岛及索罗门群岛国会发表演说 并参观医疗与农序双边合作计划 借此宣扬我国踏实外交 及协助友邦达到永续发展 发展目标的一个理念 此外 蔡总统将款宴侨包 以及我国驻外团员的眷属 以表达政府对他们的重视 关怀与未免